我們不用重重寫 請大家開啟在我們剛剛說這個load資料夾裡面 load資料夾裡面應該有這個signal processui 這個m file 請你把它打開來看 那你要開v一個也可以 你可以用gauge開v一個 但是反正它就是我們上次設計好的一個 上次設計好的一個版面 那為了先讓大家回覆一下上次兩禮拜之一 我們先run一下 各位先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開始各位應該都會看到這個 跳出來這個視窗 當然可以放大家縮小它 那這個一開始我們就先按下load這個button load完之後請你回到上一頁 因為我們data.dat都放在上一層 所以請你回到上一層 去讀取這個data.dat這個檔案 在materials底線L11底下 不要找資料夾裡面 你就按下開啟 那等一下 因為大家讀取一個40個channel 一個eg訊號進來 所以稍微等一下下 那讀完之後 各位應該就看到跟上一半 我們做的事情 讀完之後應該要更新兩個東西 第一大家很快就幫你更新這個 左邊我們說有一個subject list box 跟一個channel的list box 那第二件事件 就是要去把這個初始第一個通道訊號 給display出來 當然我們上海也說 我們其實也把這個channel list box 功能給寫好 所以請你去點一下 你去點一下下面這個list box 你去切換不同的channel 你應該就會看到這個 在切換過程中 它就會顯示出 屬於不同channel一個訊號 不同channel一個訊號 那各位如果有做過eg 或是有把eg跟eog 或是emg的時候過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真正的eg訊號 只有前面32個channel 其實在後面 這個3334 其實是我們所謂的這個eog 就是一個垂直眼洞 跟一個橫向水平眼洞的訊號 那在這個3536 35363738 好像都是那個 好像是bootite 還是那個trigger的訊號 trigger 好像只有37 是一個trigger的訊號 總之我們可以透過 剛剛所說的這個 單純一個load button動作 我們就可以做到 以下這幾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code 到底 到底我們修改哪些地方 來做到這幾件事情 那第一個 我們當然就要先按照 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四個 流程的block 我們再回到這個block 我們剛剛說整個 剛才有一個建立流程 其實我們就有這四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design design 或是design的一個layout 那這個當然就是 上海帶各位已經做過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那調教它的這個properties 各位也學會怎麼使用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一下 這個大家上次可能 沒有聽得很清楚 這個關於opening function 這一塊 然後怎麼做調教 所以現在請各位 回到我們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那不要忘記上海帶 有告訴各位 如果今天要去找特定的一個區塊 請你不要直接滑水果能滾 因為蓋的一個最大的區塊 就是它的程式非常非常囉嗦 不管你有沒有用到 它都會去滾一些無味的code 所以你自己用滾 其實你眼睛會很痛 請你找上面這個go to 上面有個go to 點出來之後 它有一整個function的列表 因為我們剛剛說 其實在蓋的所設計的GI 裡面都是用function來做區隔 所以它是一個function的列表 那其實你就去找到 就你找到一個叫做這個 在很下面喔 叫做signal processui 然後底線opening function 這一個function 大概在倒數的第四個吧 那這個我們剛剛說 在這個底線之前 所謂signal processui 其實就是我們所設為的一個 一個檔案或是一個figure的名稱 然後後面就會知道 幫你接唱opening function 那就算你忘記前面要接什麼 其實你仔細去看 在這所有的function列表裡面 其實只有 只會有一個opening function 其他這都叫做creation or create function 其他可能有一些像 往上看 或一些什麼 pop filter create function 但是 後面叫做opening function 只會有一個 所以各位只要記得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在 GY正式跳出來之前 去宣告一些額外物件 就請你去找一個後面叫底線 opening function的位置 那就是你要去修改 層次碼 或加入層次碼 層次碼的一個位置 所以現在請各位 直接點到 signal processui底線 這個opening function 這個function 點上去 大概自動幫你跳到48行 48行 可以吧 大家都有跳上來 那這個48行的話 你仔細看一下 這個裡面 我們剛剛比較一下 這個導演影片上 導演影片上 這個東西 這一頁 它這個是一個 當我直接用GY的 去宣告你這個Layout 之後 它預設跳出來的 這個opening function 也是在48行 但這個是因為 是不同的這個檔案 所以它前面有 不同的名稱 但是原本的56 在PPT上 是PPT上56 不是你層次碼56 在你這上面的56行跟第59行 這兩行是本來就存在的 那各位可以對照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在code裡面的 第56行不動 然後這個65行 這就指原本的59行 也就是說這兩行 是原本你create好這個 這個GY之後 就應該存在這兩行的程式 那也就是說 其實剩下的這個58到63行 是我後來額外加進去的code 是我希望它在開始 開始初始這個GY之後 另外幫我做一些宣告的動作 所以我會按照我們 上半學期的經驗跟概念 把我要宣告的東西 加在58到63行這個位置 所以各位記得 我們請你不要 你可以理論上 可以丟在56行之前 但是絕對不可以丟在 這個65行 或是原本的59行之後 千萬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這個現在的65行 目的是什麼 是未來要幫你重新update Handles裡面內容 那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我現在在58行這邊 我重新宣告 新宣告一個叫做Line的物件 我把它的名稱叫做 Handles.line底線Signal 這是我新宣告出來 掛在Handles這個Structure 底下的一個變數 如果我在做完58行動作 沒有去重複第65行這個動作 就表示我沒有去update Handles這個Structure array裡面的內容 它只會在這個區塊裡面看得見 但是別人都看不見 表示沒有 所以永遠記得 只要你在裡面的程式 也用到去更改 Handles的內容的時候 都一定要在最後 這個區塊的最後 加上這一行 如果你按照我剛剛所說的 你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比如說 我把GYDATA放到第57行 像這樣 很抱歉 你剛剛的宣告 會等於白宣告 你在之後 雖然它可能 那個Line會出現 但是你在之後 絕對傳誤不到這個 這個叫做 Handles.line底線Signal 你絕對找不到 所以各位就講成一個奇怪 只要我在code裡面 區塊裡面有動到Handles 我就在最後面 這個區塊的最後面 什麼叫區塊的最後面 你可以錄一下 我們剛剛說有Function開頭 這叫做一個Function 我到下一個Function出現之前 你看到第72行 你們是不是也 還是72行 應該是吧 71或72行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Function 這就是另外一個區塊 因為它是另外一個Function的先行詞 所以 在這個區塊結束之前 你要放在64行 你要放在70行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其實你在這個區塊結束之前 加上 GYDATA 括號 HObject 豆點Andles 按照上禮拜練習今天 很多人都把這個C打錯 很多人會打什麼 這個 HObject 那 這個很抱歉 就表示它沒有update到對的地方 因為 它這個東西其實在說 我把這個Handles 這個舉證 重新丟回到我想要丟回的物件裡面 但是如果你把它的名稱搞錯 那就丟錯別的地方 那就沒有用 它不會出現error message 只是它會丟到一個e空間 你根本找不到它 所以請各位這一行 如果你背不下來 就請你每次都複製 因為它永遠都會 因為它永遠都會 我剛剛說它一開始 預設就會在這個 我們open e-function裡面 第59行 所以以後如果其他區塊 你有update 你就從59行 COBE過去 COBE過去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 再回到看到這個57行 各位應該可以很清楚 看到57行在做什麼事情 57行應該在宣告一個叫LINE的物件 因為我們剛剛說最終 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 右邊的這個panel裡面 我們其實是有宣告一個 可以顯示訊況的一個LINE 所以我們在 當初的這個所謂 蓋的一個 design environment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拖拉LINE的物件 所以我們必須要手中宣告 那宣告位置在這邊 那這個宣告的格式 各位應該很熟悉了 等候左邊是CANDLE的名稱 應該說是這個LINE的物件名稱 LINE代表你要宣告的屬性叫做LINE 這家裡面有繼承在誰下面 繼承在一個AXIS的物件底下 它的一開始出時 Xθ跟Yθ都是空的 我不要畫任何東西 但是我一開始就把它這個 線的寬度 等於這個 兩個point的一個寬度 給設計好 這個color 就是RGB裡面的 B 就是藍色這個位置 是E 所以它是一條藍色的線 OK 那另外這個其實最後根本沒用到 這個62行級的 可以把它殺掉 這個是potentially留給後面 如果你有信息繼續寫下去的人 這是我故意預留的一個 在CANDLE審下 故意預留的一個 叫做file的一個變數名稱 那這個是未來 如果各位要去擴充 讀 讀取多個subject data的時候 我會建議把它存到 CANDLE.file底下 不過這個是 對各位來說是未來的事 所以各位先 ignore 這個62行名字 所以針對 這個 opening function這邊 各位有沒有問題 它的功能就只有一個 就是我去額外宣告 我要的物件 比如說我先舉個例子好了 各位稍微動動手 如果我先想要在 比如說在 就在這個x底下下面 我想要在這個x底下下面 再宣告另外一條line 我希望宣告另外一條line 那這一條line 我希望它是紅色的 各位要怎麼做 各位猜猜看 第一個猜猜各位好了 各位應該要在哪裡 去加上程式嗎 我要宣告line 怎麼應該要下來 應該要加在這邊嗎 應該不是加在這邊嗎 我們說過你要加 就加在 這個gydata之前 那盡量在這個 這個東西之後 雖然這個東西其實在哪裡 都沒有關係 但你就盡量放在這個中間 所以 比如說我們應該要加在這個中間 這個東西隨便你加 那如果我現在想要加上另外一條線怎麼辦 那二話不說 反正上一座裡今天宣告線 我就一樣 複製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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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東西你複製貼上的時候 不要忘記去改它的這個 handle name 因為這跟我們世界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 你不要讓 兩個物件 擁有 相同的 名字 因為 你之後如果想要修改它的時候 你位置會改到最後選稿的那一個 因為 變數會被覆蓋 會被覆蓋 所以 比如說我故意把它叫做這個 line 底線 signal 2 我故意把它取名成這個樣子 那 我現在就這樣畫這個 color 我讓它變成紅色 我們剛剛說到紅色 所以我就用100 這樣 那 當然 當然 如果你現在 sdata 跟ydata 都是空矩陣的話 你等一下一按rub 一定會跟我們藍色的那條線一樣 一開始什麼都看不見 比如說我們現在存檔 我就像rub 先把你剛剛開啟的時候關掉 它才會重新開一個新的視窗 rub 這當然就沒什麼兩樣 但實際上它在背地裡有宣告兩條 兩條這個 這個線出來 你不信的話 你不信的話 你其實可以 做一件事情 這個 我故意在這個figure的這個 window button down function裡面 寫了一個就是 請它輸出handles裡面所存的 所有變數這件事情 所以 現在各位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去點這個figure裡面 空白的位置 不要點在任何的物件上 點在空白 比如說上面這一條 空白的位置 點一下 你會發現你這個 confirm window 就會輸出 所有handles的內容 這是我故意寫進去 不是預設的方法 就是 有的時候我們打一打也會忘記 我到底存哪一些handles 所以我會故意 習慣上 我會故意把這個 handles的內容 這個 在window button down的時候 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好我們檢查一下 它有沒有寫進去 我們剛剛所說的handles line 這個第二條handles line 你看到倒數 第二根第三根 它就有一個所謂 handles line 底線single 跟handles line 底線single 所以這就表示 這就表示 這就表示 實際上它是有宣告出第二條線 只是你看不見 那當然看不見的原因是什麼 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xdata跟ydata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所以你什麼都看不見 你可以這麼做 請你把xdata跟ydata 就是一條斜線 如果我現在把空矩再拿掉 它就會預設用那條斜線來做顯示 我現在只能拿掉第二條線的xdata跟ydata 我再做一次save 然後我關掉我的視窗 我重新run一次 你現在不一樣的事情就會看到什麼 就會看到紅色的那條線 只有紅色沒有藍色 因為藍色我還是 射成xdata跟ydata是空的 只有紅色的線被我拿掉 所以它預設會是一條斜線 會是一條斜線 所以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 我的確在opening function裡面 do something 是可以work out 就是可以 有function 有功能 就是你要去宣告一些新的物件 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自己手中去宣告一些新的button 新的一些UI control 通常都可以在這個裡面用 所以各位就記得 各位只要記得 我要找哪一個位置 來做這件事情 至於要怎麼宣告 都跟我們之前在第九堂課裡面 給的那些範例 我們說有一堂的這個slide 是像tool一樣 請你複製貼上 就可以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所提到 關於這個block 這個宣告 或是去處理 這個所謂opening function 的一個區塊 都有問題 可以嗎 那我把剛剛這個宣告 這兩行給刪掉 如果你剛剛做了什麼事情 請你也還原一下 不需要加那一條線出來 請你把剛剛額外那條線給刪掉 那再來我們就去看到 我們剛剛說的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說在GY creation裡面 當你處理完 一開始要做了opening function之後 然後 四川一跳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面臨就是什麼 我們要面臨就是 怎麼去跟這個GY做一個互動 做一個互動 所以呢就一定 設置到所謂callback這件事情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 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之後打開之後 我就去按下這個load的button 然後去選取我的資料 所以實際上我應該就是要去找什麼 我現在會想去檢視我的資料 我應該要去找哪裡 就去找load所屬的callback的區塊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回到code裡面 一樣請用go to go to 現在我們去找callback 但是現在各位人家閃小的看到 有好多都叫做底線callback的一個結尾 很多嘛 但如果各位還有記憶的話 其實我們上次是把這個 load button的這個tag 其實就寫成load 就寫成load 所以理論上來說 它的callback應該叫做 load底線callback 各位找找看 大家在中段的位置 中段偏下的位置 有個叫做load底線callback的一個function 各位應該有看到 點下去 理論上來說 如果你沒有去調整你的位置 應該是在133號 如果剛剛沒有動到的話 應該在你的第133號 你就會看到這個load callback這個function load callback這個function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其實預設 預設callback的一個欄位 我們剛剛說預設欄位在這裡 這是我們預設欄 其實預設欄位相當中都是全白 什麼都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是 已經coding過了一個code 所以它其實下面已經放了 這麼多 其實也沒有很多 大概從這個137行到156行 就是這20幾行 就是我們剛剛在做這個 選擇檔案 顯示檔案 設定兩個list box 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在這幾行裡面做的事情 所以幫各位renew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們點下去之後 馬上就應該要什麼 跳出一個詢問視窗 告訴你請問你要選擇哪一個檔案 來做一個讀取的動作 所以各位看到在137行跟138行 137行它就是一個ui get file的指令 等號左邊就是assign出這個 就是把它這個 取得一個file pass跟file name 給回傳出來 所以各位只要知道 這個就是在傳呼那一個詢問視窗出來 那在138行 各位在讀扣的時候要盡量快一點 就是你只要去找一些關鍵詞 不要什麼都看 你在這個138行 138行 你就看到等號的右邊 它寫就是load 所以在137行 我們是取出它的路徑跟檔名 在138行 我們就是飛上這個路徑跟檔名 做一個讀取的動作 所以我是用load指指令 做一個讀取的動作 那你有興趣可以往後一拉 你就會知道 所以我是以一個oskey的格式 來讀取這個檔案 那接下來我們 假設真的順利讀進來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剛剛定義做的 其實是調教那一個 我們剛剛說的旁邊這個 上面這個listbox 跟下面這個listbox 上面是顯示 它是第幾個subject的資料 下面則是顯示 在這個subject裡面 它有幾個channel的資料 所以我剛剛調教這兩個listbox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140行到144行這中間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調教上面那個subject 這個listbox 那在146行到150行 這個區塊 我們再調教就是屬於channel的listbox 那我們現在所要調教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去修改 它裡面所堆疊的這個字串 比如說像channel那個就很明顯 我們要堆疊出channel1 換行 channel number2 換行一直到channel number40 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我們當然要做的事情 各位可以看到144行 跟150行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開頭 就是一個set s-e-t 150行也是一個set的開始 那我自己講到 你看他set你就知道 他就是要去修改 特定物件裡面的一些property 好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144行裡面這個set 你看他馬上要修改是誰 各位就去看一下 那個handles後面的名稱 它叫做listbox底線subject 所以我們之前就說 其實如果你可以把這個 每一個物件的名稱 列明的稍微有意義一點 其實你有時候都不需要跳回去看 一開始它是宣告什麼 你這樣一看就知道 他在修改就是屬於subject 跟listbox 然後在150行 然後再修改就是屬於channel 跟listbox 那我們在調教都是什麼 調教它的stream 調教它的stream 比如說現在channel裡面 我現在就是要丟進一堆 什麼channel number1 channel number40 所以這個字串怎麼堆疊 就是上面這個146行到149行 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們背上我們今天讀進來的這個 data.signal 我去偵測它的第二個dimension 因為我們說它第一個dimension 是時間點 它是4萬 4萬個點的一個data 第二個dimension column 就代表它有幾個圈 所以我會用size 去偵測它第二個dimension 上的幾個圈的這個數字 把它儲存到chnumber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我以chnumber為一個範圍 來執行一個for loop 去堆疊這個list stream 底線ch這個cellarray 我要強調它cellarray 要用大括號來做一個存折動作 這樣一個cellarray 每一個特定位置上 我都放上channel number 去兜上後面這個i的一個數值 所以我最後在做事情 就是把這個我堆疊出來 這個精心對得出來 一個1乘40的cellarray 把它丟到listbox 這個string的這個位置裡面 就是把它丟過來 就這樣子而已 那後面那個failure 大家代表說 我現在預設就是我一開啟 只要開啟第幾個channel去 所以我failure等於1 就是我每次開啟讀完之後 都預設顯示第一個channel去 那這個動作其實各位應該很直觀就會了解 為什麼我們都要設置第一個channel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到底讀進來的這個data 有幾個channel 有的人依據可能是16個channel而已 所以你不能預設我要讀取第32個channel 不行 你都是預設就至少還有一個channel 所以我們都會預設failure是e這樣 所以上面這個sup其實也是同理可證的 就各位自己去看 所以到150行為止 其實我們就做完了什麼事情 我們做完了去修改兩個list box 一個自算動作 那再來是最後 我最後總是要去Display這個訊號 在右邊這個panel上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在第152行跟153行 有一個set 又有一個set的動作 但它這set是什麼 就是去set我們剛剛宣告那個line 底線signal 我剛剛已經預設好它的line width 等於2 color是藍色 但是我剛剛預設的xdata跟ydata都是空矩陣 就是沒有 我現在現在讀進來 我就要把它丟進來 所以這邊我在做事情 就是把這個xdata跟ydata給Display出來 那我預設都是針對第一個channel做一個Display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預設第一個channel做Display 所以我在Display訊號的時候這個y值 我都是去放進這個所有時間點 但是第一個color就是第一個channel的數值 所以152跟153號就在幫助你去把這個曲線給畫出來 我們畫不上plug 而是單純去set 我們已經宣告好line的物件的數值就可以了 那最後又會有一個gydata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說了很多事 它是一個outdate 我們candles這個矩陣動作 為什麼 各位可以往上推一下 我們在這個區塊裡面 相關於是別的方法 我們在這個區塊裡面 有沒有去跟經過candles底下的數值 有沒有 往上推 如果去set都沒有 我們說更新就是 這個handles點什麼 應該要在等號的左邊 才叫做更新到assign它 所以你往上滾 有喔 在這個138行這邊 有一個把load進來去 存在handles底下 有一個叫做data fill name 這個data fill name 底下又有一個叫做signal fill name 所以它是一個三層的structure rate 所以因為我們有出改過這個handles的內容 所以請各位記得在這個區塊的最後 你一定要加上gydata 括號這一串的東西 來做一個handles的update 可以嗎 那這一段程式碼的最後 我們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讓channel list box有作用 當我去點選別的channel的時候 這個signal會跟著做一個變化 所以想必我們這一次就要去這個 這個channel list box裡面去找它的callback 所以現在請問各位 我現在回到這裡了 我如果要用go2找到對的位置 請問這一次我應該要找什麼名稱 各位告訴我 我這一次應該去找哪一個幫選 才是屬於那個list box channel的callback 我剛剛都把答案講出來 各位把d都換成底線的對 叫list box的callback list box的channel的callback 好奇怪 所以應該是哪一個 就這個嘛 list box底線channel底線callback 我們理論上應該就是要看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現在在跟list box做一個interaction 點進去 所以你看 哇這個callback超簡單的 它就只有三行程式 只有三行程式 我們要做的事情 什麼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我們在寫 GI interaction後 各位要去幻想一下 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當我去點選這個list box 或是我用鍵號 切換上下切換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現在切換是什麼 我們其實在更改 list box裡面 failure這個數值 比如說我現在點到第一個位置 它的failure就是1 我點到第四個位置 它的failure就是4 所以當我們在做這切換的時候 其實我才update 這個list box裡面的failure 所以如果我在程式裡面 我要知道使用者 選到了第幾個位置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從list box裡面去get get它的failure出來 那我就可以知道 使用者先要看是第幾個channel ok 所以是第一步 我要先了解使用者 選了第幾個channel 第二步 我要把它所選的 所吸引的這個channel Display到我右邊這個 這個axis上面 所以它只做兩件事情 所以它只用了三行程式碼 如果你開心 其實你可以用兩行程式碼 你把它寫完 我們看第113行 113行就是一個gap 不然它不是說它是一個gap 但是這個寫法 hobject 如果這個寫法 你不習慣 你可以把它改成 其實我建議各位 在初學的時候 你就把它改成這樣 誒不是 channel 你剛剛用原始 那個什麼hobject 這個 變數名稱 跟你現在我把它改成 candles.listbox 底線channel 意思其實是一模一樣 意思是一模一樣 意思是一模一樣呢 剛剛那個hobject 為什麼會得到跟這個一樣效果 是因為 蓋子提供一個很貼件的功能 就是每一次 在每一個bot裡面 這個所屬的hobject 這個物件 都代表著你當下 去傳呼cobject 這個物件的handle 那我們剛剛很辛苦 要去記下說 其實這個listbox 這個handle 叫做handles.listbox 底線channel 這是我們要記下的 但如果你忘記的話 其實蓋子可以允許你 直接用這個變數名稱 去做一個替換 它就是當下去傳呼cobject 這個物件的handle 但一開始各位其實常常聽不懂這個東西 你就記成這樣好了 我今天就是要對這個listbox的曲子 所以我是get了它的一個value出來 所以我存到這個ch這個變數裡面 這是第一步 我已經get到它的value 所以下一步我要幹嘛 下一步我要去update 在右邊這條曲線 這個line物件裡面的xdata跟ydata 所以跟剛剛這一行 跟剛剛我們用的那一行 有什麼不一樣 我做一件事情 各位不要照著做 我怕你們做不回來 我下面是顯示我們剛剛那一個 這個130幾行的位置 自己都做不回來 等一下 listbox open 下面是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你們第115行 那我上面把它放成這個 這個load 這個 上面放下面的 這樣子 上面是listbox 然後下面是那個 我們剛剛在load 最後用的這個區塊 各位比較一下 我拉近一點 比較一下 這兩行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上面的是115 152和153 各位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在哪裡 各位從後面往前看 從前面往後看 從後面往前看 從後面往前看 哪來不一樣 一個是e一個是ch 就這個位置不一樣 那這個區塊已經非常明顯 因為我們剛剛說 這個下面是指 我們一開始load的時候 它預設顯示第一個channel 但是在我們剛剛這個情況下 我會 always 會顯示第一個channel嗎 如果我直接打上1 那這個listbox的call pay 就廢掉了 因為我用的只顯示第一個channel 沒有意義 我一定要提配 好今天這個收視者的需求 收視的需求在哪裡 就是我剛剛get的出來 listbox的value 它就是要你看第幾個channel 所以我要飛上這個第幾個channel 來做一個訊號更新 OK 所以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其實就只要這三行 你就已經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不信邪 你就去把這個116行這個channel 改成一個 比如說1好了 你就改成1 那你就會發現 當我改成1的存檔之後 我不管怎麼去切換 不管怎麼去切換這個數值 我怎麼去點它 它永遠都只會顯示 第一個channel的訊號 那這就代表你這個listbox interaction的功能 根本就是沒有 所以不要忘記 這是大家常犯的錯 就是說其實好像 大家都知道 我要dispatch 它是用這一行 但是不要忘記 其實depend on使用者的需求 這樣才叫做interaction 這樣才叫interaction 可以嗎 所以到這邊為止 各位應該會比較清楚知道 其實我們上一半在做事情 沒幾樣 就是這幾樣 load一下 update一下listbox 更新一下圖軸 然後寫一下listbox的callback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好 那到這邊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大家稍微消化一下 希望各位這個 一定要了解 這個guide的一個架構 因為它其實真的不是很難懂 它只是非常非常囉嗦 好 但是各位一定要這樣把它學會 好 那我們稍微休息十分鐘再回來 好 那第二部分我們就來看 緊接在這個load之後呢 就是要做一個Display的動作 那這整個Display的流程呢 實際上長得像這個樣子 我們實際上會在這個功能面板上 提供一個Display的Mode 可以切換的一個選項 我們可以一口氣把這個長達四萬多個點的 依應訊號全部同時Display出來 那這就是我們在一個pop-up menu裡面所顯示 一個Display whole series的一個選項 那當然這樣一個選項呢 就是這個 這個訊號切換呢 或是一個顯示上面都會是一個比較全面 但是 同時當資料點多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把這個 整個訊號擠在一起比較難看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個Display mode裡面 其實才提供了另外一種選項 叫做Display a Segment 我們透過這個面板上 調整這個每一次segment需要的一個長度 來做一個這個 類似像訊號放大顯示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實際上是長什麼樣子 好 我們現在就打開在這個 各位同學不要開啊 我開給你們看就好了 就是在這個第二個 這個資料夾裡面用這個檔案 好 那一樣我們在執行一開始呢 可能要先這個讀進我們這個訊號來 所以我們一樣像剛剛一樣去讀取我們這個Data.dat 那稍微等它一下 好 那這個跟我們剛剛看來都一樣 你看完之後應該都能夠有這個切換的一個功能 那現在這個Display裡面最主要在這個地方 Single Process裡面的第一個pop up menu 你可以看到這個下拉選單一旦展開之後呢 它就有三個選項 那第三個我們目前用不到這個在第四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才會談到 我們先看前兩個 當然我們選擇這個Display Hold Series的時候 其實跟原本預設的一個顯示是一樣 整個訊號 整段四萬個點這個訊號都會直接被顯示出來 那下面這個Slider Slider實際上是一個off的一個狀態 Enable off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的情況下 雖然我們能夠一口氣看到全部的訊號 但是 各位可以很容易看到 在這個很高頻的震盪的情況下 其實你會看到這個整個都是混在一起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很粗的線 但其實裡面是有很多的震盪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我們提供了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去切換到第二個 Display Assignment 一旦你選取它之後 才是會按照你右邊這個Edit所key的這個數字長度 比如說5000 它就會把這個每一個Display片段 以5000個點來做一個顯示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像這樣的一個動作 好 各位看到這個在下面這個軸裡面 OK 它現在這個軸裡面就會變成是從1到5000 這樣一個case 1到5000這樣一個case 好 那當然如果你把它調成 比如說像這個500的話 好 你有500 按下去之後你就會看到 它這個Display就會更加了這個 特別小的一段這個訊號 那當然你可以在下面用這個 Spiderbar做一個切換 做一個切換 它就會顯示這個不同段裡面的一個訊號 一直到這個最後4萬多個點的地方 好 4萬個點的地方 那當然Event開啟這樣的一個功能 實際上你這個 不同channel之間訊號的切換 都還是存在的 都還是存在的 好 所以在整個步驟裡面 我們其實會透過 剛剛所提到這個 一個分流的概念 我們會去 Switch On Or Off 這個Slider 那當然如果Switch On 這個Slider之後呢 其實我們會透過一個這個 Set X Limit 我們並不是真的去修改 這個Line所Display的一個 Ydata或Xdata 實際上我們 這個Line裡面的時候 Display的訊號 都是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藉著去修改 這個Line 所屬這個Axis的 這個 X軸上的一個極值 我們就能夠鎖定在特別一個 我們想要看的範圍 來做一個區段性的放大 所以這個是等下各位看到 我們會透過這個 Set Axis 底線Single 這樣的一個Handle 來去調變它的這個 X Limit 達到所謂放大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如果一旦 這個Slider On之後 我們就要有一個Slider On 的一個Codepack function 能夠達到所謂 Switch Segment 去Display 不同取代的一個訊號 好 我們剛剛說第一步 要去Get 這個 這個 Display 這個Value 所以我們會去 去針對這個Handle's點 POP底線 Display Mode 這樣的一個 這個POP的這個名稱 去針對它的Failure 去做一個取值的動作 那取出來之後 我們當然要Depair On這個Failure 來決定說到底現在是 Selection 1 還是Selection 2 是要全部Display 是一個Segment 所以接下來 一定要用什麼 我們剛剛說要If Else 所以你要If 然後有個Else 你可以用Else If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個3 所以請你要Else If 那這個後面應該要放什麼 我們當然要針對這個Display Mode 做判斷 所以 If Display Mode等於等於1 我就要做什麼事情在這裡 Else If Display Mode等於等於2 我就要做什麼事情在這裡 對吧 這應該是我們今天說的這個 If Else If 一個架構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的變數名稱跟我不一樣 請你不要跟我們打Display Mode 這應該是要用你剛剛上面 宣告的那個 變數名稱 好 那再來 我們說下一包怎麼樣 我們要去Set 我們就去試試看 把這個Sliders開或關 那 要去更改 人家指定要set還是用get 應該要set吧 對 所以我們就是set 當然第一個位置 又要放上handles點什麼 我們剛剛已經說 它是POP底線 不對 slider底線 sig 這是我們剛剛說 這個slider的一個名稱 那我們剛剛已經說 你就要針對它Enable這個指令 去設定它後面這個數值 如果是1的時候 我要把它關掉 用字串寫off 因為1是Display全部嘛 沒有需要它去調教這個位置 那第二個要怎麼辦 第二個要怎麼辦 第二個要按 第二個要按 因為我今天Display Segment的時候 我就需要做切換 所以顯示完的時候 你可以趕快run它一下 你check一下 大家只要盯著下面就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有去切換 切換這個slider 所以 當我現在是1的時候 這個slider其實是灰的 沒有功能 當我切換到2的時候 這個slider就出現了 你就可以拖拉它 這表示我們這個 EVALS有成功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調到 這個axis裡面這個xlin 想必就是要按set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第一個Display Mode底下 有的時候如果我們在做判別的事 你會記不得到1什麼2是什麼的時候 你可以在那邊打一下註解 比如說1就是whole series 這裡不用打 這個不用打 這個只是我提醒你各位 因為1是什麼2是什麼 已經很清楚 但怕各位不知道 你可以稍微讓自己記得一下 就是這樣 所以我在1裡面 如果我去set xlin 各位可以想像到是怎麼樣 就是讓它全部都Display出來了 所以要首先set 我要針對那一個axis 我們剛剛已經說 那個axis叫什麼名字 handle steer axis 然後底線也叫sig 這樣 針對它的xlin做調整 上一半我們啟動考的時候說過 xlin應該幾個數值 應該給兩個數值 那第一個數值代表它的最小值 第二個數值代表它的最大值 所以在 在原始的情況下 我們大概最小值一定就是e 從第一個點開始Display 那最大值要到哪裡 我們就去size一下 到底我們現在那個訊號有多長 有多長嗎 所以我們現在訊號其實存在 handle.data.sigmal 這個是我們先前在load的時候 我們就存在這個變數底下 我們說有兩層喔 有三層 candles.data.signal 那我們說它的size是什麼 它的size是 road代表有多少的時間點 carnal代表有多少的channel 所以我們現在size要取值的話 我們只要對第一個維度 就是有多少的時間點來做取值 所以以這樣來說 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 其實就已經把主軸調到 1開始到時間的最大值 最大的值 那我們現在做一次的事 請問 我先不管我那個右邊 右邊那個什麼edit 我key的什麼東西 我先不管 請問 我現在如果想要把 在切換到第二個mod的時候 把我的顯示 比如說切換到1到500 1到500的位置 我應該要怎麼改 應該二話不說 就是後面這個位置 應該要設成什麼 500 對吧 這樣一個動作 其實簡單 這樣一個動作 就可以讓我們去調教 一個是顯示全部 在第二個mod會顯示 1到500 好 我們存檔 然後試試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run 一樣 一樣 我先load的訊號 你一定要先load 因為你不load的話 你會 error 因為你不會有那個什麼 handle.data.sigma 這個變數 所以現在如果我 在下方選擇裡面 選到 Display a Sigma 你看結果有什麼 它就會直接Display 1到500 就是當我們之後 調教Xlin 就可以達到這樣效果 那當然 這個不是最optima的做法 為什麼 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因為我們要的是 根據使用者的要求 根據使用者的要求 來做一個變數的調教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現在這個500 不應該是 我在當初 寫成字碼的時候 決定 應該是使用者決定 我該怎麼做 我一定要去get 旁邊那個edit的Stream 所以我現在另外寫一個 比如說叫Display a Mance 這個變數 寫在最上面 等於get get的什麼 getHandles 這個edit 因為它旁邊就是edit 所以我們當初命名叫做edit 底線什麼呢 反正叫Display Lens 如果你忘記 回來看一下 那個Command Window edit的底線 這邊有個Display Lens 這一個 這是我們當初取的名稱 這樣 我去get的它的什麼 get它的Stream 因為在edit裡面沒有Falue 只有Stream 但是你get出來不要忘記 它的屬性就是Stream 不是Double 它不是數字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Stream to Number 或者其實 配合有另外一個 叫Stream to Double 這兩個東西功用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Stream to Number 是比較舊寫吧 比較習慣這個 如果你喜歡Stream to Double 你就Stream to Double 沒有意見 那這樣子 舉出來理論上 你這個Display Lens 就應該已經是一個 就應該已經是一個 Number 所以我現在就應該 把500替換成誰 就應該把500替換成Display Lens 對不對 這樣才會根據使用者的要求 我去Display不同長度的一個 或是去修改不同長度的一個X-Link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寫完 我來試試看 我現在如果 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再按一次 再Call Back一次第二個選項 你看它現在就Display到5000的位置 是Depend on你這個數值 所以我先試試看 如果我現在Key到 比如說2000 我現在Key到2000之後 我再Call一次 看看會不會真的Depend 我們的需求去做切換 那你要選 它就變成是2000 那請問 如果有人很無聊 就是打什麼2000.5勒 會發生什麼事情 理論上不會Arrow 因為我們現在修改是X座標幾值 它只會從E Display到2000.5 有點奇怪 因為其實點數不應該要點5這種事情 如果你要變成這種事情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在這個StringToDomber前 會加上一個什麼 一個Run 一個四捨五入 讓每一次RunKey小數點的人 那個小數點之後自動消失 像這樣 這樣也可能 但這個是Option 你不加其實也不會Arrow 只是有時候 我們在設計GI上會 進三進尾 進三進尾 到這邊 大家可以接受嗎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是多做 SetAxis裡面 這個動作 只是說 我們現在 在1的情況下 全長 但是2的情況下 要Depend on使用者的需求 就是Key在這個Edit的底線 Display這個方塊裡面的String 把它轉換成數值 丟到DisplayLens的變數裡面 然後用XLinx設定的時候 這個最大值 設成DisplayLens 可以嗎 好 那當然這樣子的做法 夠了嗎 絕對不夠 還缺一步 缺哪一步 缺我們剛剛說 還要有一個 Switch Segment的一個動作 就是你的Slider 你的Slider 應該要有功能 當我按下Slider的時候 應該要讓 我的這個Display 切換到特定的一個區段上 所以這要怎麼做 想必 我們要去Get Slider的Failing 如果說Slider今天回傳是2 那我就知道我要去Display 第二段 就是 以這個意思來講的是2000 第二段應該就是2001到4000 如果Slider的Failing等於3 我就知道我要去Display 4001到6000 OK 所以想必我現在要有一個什麼動作 我又要有一個去Get SliderFailure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時候其實各位會面臨到一個分歧 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其實是從Slider的Callback得到的結果 對不對 就是我剛剛說 如果我先希望我去點選這個 Sliderbar的時候 這個訊號應該要跟著去切換不同的區段 那理論上來說 我其實應該是要去找Slider的Callback 這件事情是沒錯的喔 但是在實際執行程式設計的時候 各位要有一個概念 我們先看下一頁的PPT 各位先抬頭看一下 如果各位真的從頭到尾把這個GUI給寫完 你會面臨到一件事情 就是 原來 很多人都在CallDisplay訊號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在這上面加到黃點 代表 這個特殊的部件其實就會需要到Display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我按下load的時候 按下load的時候 我會去更新兩個listbox 但是我最終也要去Display訊號 當我去切換listbox的channel的時候 我也要去Display訊號 當我剛剛去切換這個mode的時候 我也要去修改Display訊號的樣子 比如說axis這件事情 理論上來說 當我去切換這個segment的數字 其實我應該也要直接去修改Display訊號 不是像剛剛一樣 key完之後 還要自己再很動的去切換到第二個選項 這樣也很奇怪 理論上應該是你key完 這個數字就會自動去update這個axis 那當然 我們等一下如果去做到這個濾波的時候 當然濾波完的訊號也要重新去做update 還有 如果我們最後有做到這個訊號平均的時候 應該也要去update這個訊號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slider 切換slider的時候 應該也要有這個訊號切換的動作 那在執行面上或在撰寫層上 你當然可以在每一個callback 都去寫set 剛剛那什麼axis 這個xlin這個動作 你也可以去set 我們剛剛畫那個line的xdata和ydata 你可以在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點上 每一個callback上 你都去設定這件事情 但是 非常非常沒有經濟效益 為什麼 這就像什麼例子 假設今天這幾個點 是同班同學 同一個實驗室的人 他們中午想要吃飯 都想要去買超商預飯糰 每一個人都自己去買超商預飯糰 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就是說 聰明的學長姐 如果說其中只有一個是學弟 其他的學長姐 都會說 林毅幫我去買一下便當 林毅幫我去買個預飯糰 這樣子 所以這有效法是怎樣 像這樣 大家把錢丟給那一個苦麵去買 就可以了 所以反過來 其實我們在dispatch訊號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到處去coding set這件事情 你只需要在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去set 這個讀者的表現 那剩下其他人 如果他們現在要更新這個訊號的時候 可以怎麼辦 大家就通通都去call那個人就好 反正這個人最後就會去 最後就會去做一個 這個dispatch訊號的一個 一個更新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食物的層次設計上 我們其實會走這一條路 它是一個我們稱之為callback in one 的一個動作 我讓大家都去call同一個地方 但是同一個地方 得到的效果都一樣 那這個最大的原因就在 因為其實大家做的事情 都是在更新訊號 犯不少美元都寫不斷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那個問題 假設 我們剛剛在那個pop pop裡面 pop裡面都寫這麼辛苦 就是我們去set它 我現在 slider裡面還需要自己去寫嗎 其實不用 我讓slider去call這裡面的function 其實就可以解決大半的問題 那當然要說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大的前提 你要讓 這一個最終的這個function 能夠包含 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什麼叫所有人的需求 比如說 在這個channel list裡面 我們care是什麼 我們care的是第幾個channel的訊號 我們在這個edit裡面 care是什麼 care的是 display多長的一個區段 我們在slider裡面 care的是什麼 我們care的是 display第幾個segment的一個訊號 所以雖然都是display訊號 但是你要一口氣 在這個最後這個區塊裡面 同時去滿足這些所有的使用者需求 也就是說 我應該要在這個區塊裡面去 get list box failure 去get edit stream 轉換成number 去get slider現在的failure 綜合這所有的條件 去評估我最後set應該要怎麼寫 這才是最理想的做法 這樣的寫法 上面這種寫法是比較笨一點 但通常很多數學者都是這麼寫的 但我現在希望各位直接用這種寫法來試試看 好 各位不要示好 我直接帶各位看怎麼寫 這樣 我先不管 我當然有沒有要去call其他的function 我先問各位 如果我現在要讓 要讓我現在在這個 這個區塊裡面 就能夠去決定我剛剛說的事情 它是第幾個channel 它是哪一個display lens 它是slider哪一個failure 我應該要怎麼做 我剛剛說的就是 你要在這個裡面全部去抓 你所需要的這一些failure進來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 第幾個channel這件事情 就沒有在這個裡面了 就沒有在這個裡面了 那這個是一個蠻麻煩的地方 為什麼 各位看看吧 這邊如果切換可能還好 這邊切換還會有效果 但是 但是我等一下slider就不會有效果 現在這樣看不出來 我們直接把那個channel 那個display 合併進來 我們先回到load load callback load callback 或是我們找 別忘了 我們找那個list box 好了 我們找剛剛的list box 底線channel callback 因為我們剛剛說 在這個裡面 list box channel裡面 其實我們有做什麼事情 我們有去get channel的failure 然後我們也去做了一個set line的動作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 我們就把這兩行 剪下來 我們把它集中到我們剛剛說的那個pop display mode 底線callback裡面 各位都先不要打 各位都先看我打 我怕你們跟不上 但是我看到時間已經三點半一點 我們把這個剪下來 貼到我們剛剛說這個pop底線display mode 底下 因為我們現在希望大家都集中在一起 我們方部長每個人都在那邊秀訊號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剛剛第一行 我們說就是在get 那個list box的failure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這個是set訊號 這是set訊號 我們現在版面整理一下 所有get的東西我們都放在一起 然後我們把這個set訊號放在這邊 set訊號 always都一樣 因為 當我今天debay了不同的channel的時候 我裏面上可以就要去display 不同的訊號的內容 在這個line上面 但是我們剛剛說 我們做的事情 在調教segment的時候 我們就去調教這個axis axis它的x-link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兩件事情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所以很好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把這個list box 也翻過來了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來看 這時候我們就說 老師你說的是沒錯 但是這個時候好像 什麼東西不太對勁 我剛剛貼過去 就貼過去 但是這樣不是list box 就沒有功能了 對不對 你看我現在切換list box 我覺得一用都沒有 那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必須要去建立list box 跟剛剛所說那個popup menu的一個關聯線 那這關聯線怎麼建立 很簡單 你在list box底下 讓它去傳呼 popupup menu的callback就可以了 所以popup menu的callback怎麼寫 在這裡 這邊不就是popup menu的function面嗎 它的function面 跟它的input 要找什麼樣子 所以我就直接用這個 複製 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我們剛剛說 list box channel callback底下 現在這個底下 是一片空白 因為剛剛被我剪掉 那一片空白的結果就是 我怎麼去切它 都不會理我 我為了要實現它 其實剛剛一樣有功能的情況下 我還這樣做 我每一次進來 其實不是重新set 而是我讓它 就去傳呼 popupup menu這個區塊 OK 所以我按下存檔 我現在切換一次 它就恢復了剛剛的功能 所以這個概念 跟我們剛剛說一樣 你不是自己去修改 而是你透過別人 監別人的手續做修改 所以我們第一步已經做到 今天的第二個 我想問一下各位 如果我現在把edit 上面所寫這個segment lens 你要能夠callback到popup menu 你要怎麼辦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 雖然我在這邊用Display的時候 它會Depair上我的需求 比如說現在是2000 他就會用2000來做一個Display 但是如果我現在這邊 改一個500的數字的時候 按下Enter 它不會有任何反應 你每次都還要再自己 回到這個popup menu 去再點一次這個東西 它才會做update 因為它跟它之間 也沒有connection 那怎麼辦 很簡單 一樣再把剛剛說的這一行 我們再把它call到屬於edit 底線 這個Display Lens的callback底下 你看下面也是空空無野 這個Edit的底線也是空空無野 那怎麼辦 貼上 複製 存檔 這時候我再試試看 我現在改這邊 1000 按下Enter就會有跳動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真正的GY 根本不是在做骨工 寫句話的時候聰明一點 你只好把東西聚集在一個地方 其他地方都只要call那個地方 這樣就可以完整 很多的功能 所以我現在這一些可以切換 可以即時做這個Segman區段切換 都是因為大家都去call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最後一件事情 slider該怎麼辦 slider現在當然 callback沒有半點用 這時候大家說簡單 因為slider跟 泡泡朋友之間沒有連結 所以怎麼做 太容易了 我就go through slider 底線 signal 底線callback 下面空空無意 按照我說的 貼上 就完成了 按下存檔 現在才回來這裡 我再開始做切換 有用才有滾 為什麼 我們剛剛在pop up menu裡面 根本沒有去get slider的failure 根本沒有 所以我先管你slider在哪裡 訊號根本不會跟著變動 但是我們剛剛還是做對了一件事情 我把slider跟pop up menu 這個關聯性給經驗起來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再回到pop up menu裡面 去把getsliderfailure 這件事情給加到 我的display裡面來 這個流程當然 他搞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再回到slider 回到slider callback裡面 不是 回到那個pop up的callback裡面 這裡 pop up display mode 然後底線callback 這個裡面 我們現在要問一下什麼 我希望 我希望 剛剛在這邊get的failure的時候 有list box 有自己的pop up menu的failure 有自己的pop up menu的failure 也有剛剛這個edit Display Display Lens的failure Stream 所以我們才能夠有效 讓這三個東西 有效的呈現出來 那現在問題就在於 我要增加一個slider的failure slider的failure 這個create 這個所謂layout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去設定 slider的min跟max 其實沒有喔 為什麼沒有 道理很簡單 因為當你的這個訊號 根本還沒有讀取進來的時候 你根本壓根不可能去設定 這個slider的長短 你一定要知道訊號有多長多短 你才會知道我需要幾個segment ok 所以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其實先前沒做的事情 你現在非做不可 所以在我們getfailure的時候 你當然這邊可以先寫 比如說我先getslider的failure 我現在用這個 就取名叫做segment好了 我今天要Display第幾個segment 等於gethandles 哪一個東西 我們剛剛說我們現在要的是slider喔 slider的底線sig 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要它的failure 我現在知道 它先要我Display是第幾個segment ok 那這個的話 你其實可以保險裡面取個run 因為它的意思是代表 就是我先要的是第幾個片段 所以我不會有所謂什麼 第2.3個片段 不會 我以後就顯示第一個區段 就是1到2000 第二個區段就是2000到4000 所以加這一行就會有它的failure 但是如果你加這一行 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先不要把這個分號加 就把分號拿掉 我先只加這一行getfailure 然後我先要試試看 我再切換slider的時候 到底conflict上print出來的數值 會不會是我想要那個什麼1234這樣子 答案想也知道一定不會是 你看 它會是0或者1 為什麼 因為在slider的預設值裡面 它的minimum就是0 它的maximum就是1 我們並沒有去調教它 我們現在必須在getvalue之前 先告訴它 到底slider 應該說到底 我們這整個區段應該被切成幾個segment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來做一下這件事 很簡單 你可以在get之前去set 我們要set什麼變數 set什麼property 就是set這個slider底下的minimum和maximum 那minimum 理論上來說原本是0 你現在應該要設多少 應該至少要是1吧 因為我們不會有所謂地理的區段 我們至少要是1 所以minimum形式設成1 用數字 再來是maximum maximum應該要設多少 這就要計算一下 我現在要用我total data length 去除以我現在display length 理論上就應該我所擁有的segment 一個片段有多少 但當然不會有時候整數 它應該會是小數 比如說4萬足以3000 它一定會是一個什麼十幾 十三點多 這樣很奇怪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做一個什麼動作 做一個無條件進位的動作 因為我們不會去犧牲到最後那什麼0.3的片段 我們會增加一個片段讓它做display 所以這個地方請你這麼做 max應該檔到什麼 我們先加上四捨五入的function 要選叫做cephil 就是這個天花板那個縮型 那再來 這裡面應該要放到什麼 應該要放下 我們現在擁有這個data length 就是這一個 我們剛剛聽說total data length 就是sizehandles.data.signal 第一個維度 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data length 這裡 我現在要用它去除以誰 去除以我每個片段有多長 那是誰 就是這個 display length 就是我們現在 display的長度 這樣子 這樣就把我的min跟maxima 給寫完喔 我們試試看這樣會有什麼結果 會有什麼下降 我們都還沒有去動到display訊號 我們現在就找來調校這個slider get slider的failure 還有去set slider的min和maxima 所以我們剛剛都只有0跟1 我們先看它變多少 唉唷 這也要重開 因為它已經auto failure 我們要重開一下 好 再把這清掉 好 我們現在一樣切換到第二個mode 這個要記得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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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應該是那個 發現說的是slider control cannot have a value outside of min跟max range 這件事情大家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剛剛說其實 預設的min是0 max的預設值是1 而預設的failure其實多少 預設的failure其實是0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 一定要調校成1跟一個片段數值的時候 它的failure其實是在0的位置上 就會在1跟這個片段數目的外面 所以在一開始要請各位 就是要先做一個動作 比如說failure 如果寫在這邊對不對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剛剛老師說 不是寫的 寫1 我為了不要用它 out of range 所以我至少要設在1上面 但是寫在這邊 到底是對還不對 各位可以猜猜看 各位猜對還不對 想想看 對還不對 我們再run一次 你也知道 剛剛是不是有 沒錯 我就load 我的data 我現在如果按一下這個display segment 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先去切換這個slider 各位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怎麼拖它都不願意 它就是要給我留在1 我怎麼拖 怎麼按 它就在1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寫到這個get的failure之前 也就是說你在get之前 你always都把它設成failure是1 所以不管你怎麼猛按猛點 就像他跳到3 他在一進來的第一課 他就又被你設回failure等於1 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要很小心 當然你再去set這些failure的東西 不要 不要去放在你callback的位置上 這就好像 如果你每次要去get這個listbox channelfailure的時候 你都在前面先寫個set candles.list的底線channelfailure 到.1 那這樣 剛剛那個使用者 不管怎麼樣去點2 3 他在get之前都被你設成1 那因為你都只有第一個channel 會被顯示 所以這個東西 你其實應該要放在哪裡 再看看它放在哪裡 你應該要把它放在 整個視窗開啟的那一刻 就最剛開始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把這個failure拿掉 我們現在跳回到 我們說一開始在哪裡 在opening function裡面 請你到opening function裡面 你應該要在我們剛剛說這個區塊裡面 去set一下 當然這個時候你就不需要去set 因為在一開始initialize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讀進data 所以你只需要去set set它的value是1就好 set它的value是1就好 這樣子在我們等一下去切換的時候 它就不會導致它的value是在minimum 就是1小於1的範圍以外 所以我們重新再做一次 如果現在這個情況 我再run一次會發生什麼事情 理論上來說如果都改對了 slider所回傳的數值 應該就是要第幾個segment這件事情 第幾個segment這件事情 我們看一下一樣 我把這個component放在右邊 我現在用切到第二個mode 然後我先去切換我的slider 現在是1 再來是1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我按很多下之後 它才會跳到3 再按很多下就才會跳到4 都應該看得出來嗎 那我現在如果是按這個空白的地方 我想按兩下 有時候可能按一下就會跳 但有些地方要按兩下 這關係到什麼 我們之前說 線號跟空白的地方這個跳躍的幅度 要用哪一個property來設定 大家還記得嗎 slider step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現在很希望它按一次箭頭的時候 就跳一個segment 如果按空白的地方 可能跳兩個或三個segment 都沒關係 就是我們一般會希望它是整數被在跳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事情再回到 POB裡面 POB底線Display mode裡面 我剛剛set了它的min set了它的max 我現在要做事情 我們去set它的 set它的這個slider step 我們說slider step應該要放1乘2的一個array 第一個位置應該要是 按一下箭頭應該要跳動的比例 總長的比例 所以我先希望 按一次箭頭的時候就跳動1的話 我該怎麼寫 我要這樣寫嗎 應該不是吧 寫1代表是100%的意思 不代表跳動1 我要怎麼樣 可以看到我跳動1 告訴它 我總共有幾個segment的分支1 比如說我有八個segment 我有八個segment 那我是用八個segment的八分之一 就是多少 就是1 就是1 因為我們說這支寫的數值 比如說0.1代表是 就是10% 如果是0.02 就代表是2% 所以如果你先希望跳動的是 這個每一次跳1的話 你就讓它總長 總segment數目的倒數 就對了 所以我們總長在哪裡 總長在這裡 我們剛剛說這個maxima 就是我們的總長 所以我們就讓它是maxima的一個導數 maxima的導數 就是代表它會一次跳動1 那如果我希望 我在按後面那個空白的地方 它轉動幅度大一點 比如說是原本的3倍好了 我就讓它的分子變成3 就是導數的3倍 如果以這個情況來看看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現在先拉回1 沒有問題 segment是1 好 接下來我每次按一次箭頭的時候 它會增加1 再按一次箭頭增加1 按一次箭頭增加1 按到空白了 按一次箭頭增加1 這樣子 或者是你按這個bar的位置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會一次減3 或是加3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3倍的一個情況 3倍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大家 這個 你來不及打沒關係 你回去看一下code 我們在寫的地方就在寫這裡 OK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應該已經可以成功的 把slider 該有的正確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代表的是 第幾個片段 給抓取出來 那接下來要做事情就是什麼 你在Display片段的時候 或是我們應該明確講 修改X-link的時候 請你要搞清楚 你現在是在第幾個片段 我們剛剛做事情是這樣 我們剛剛always 在設定這個 第二個mode 這個X-link的時候 都是1到Display Lens 所以不管我到第二個segment 第3個segment 它都還是在1到 這個Display Lens裡面 這想必不對 那我該怎麼寫 我該怎麼寫 我要把剛剛這個東西 當作是一個倍數 放進來 倍數放進來 所以講是我這麼寫 如果我現在寫的是Display 乘上 segment 各位覺得對不對 如果這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感覺怪怪的吧 我們試試看 你不確定就試試看 你看 當我開始點的時候 誒 有種好像 好像有在切換 但怎麼好像只是 越來越長 你看這個軸 它左邊這邊都是0 0到5000 按一下 就0到1萬 1到1萬 然後再按一下 1到1萬5之類的 問題就出來哪 因為你只有改 後面這個值 你前面那個值也要改 所以前面這個值應該要怎麼改 這個值通常 大家第一次寫都不會改 很奇怪 大家思考一下 應該要這麼寫 已經沒有人看懂 我們帶直進去看 如果你現在segment 是1的時候會怎麼樣 當segment等於1 第一個片段就會 1-1會等於0 所以0乘上這個片段 還是0加上1 就是1 當我今天的segment 是2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2-1會變成1 所以是1倍的這個Display Lens 5000 再加上1 就是5,0001 當我是3的時候 3-1等於2 2乘上5000 是1萬 1萬加1是1萬 所以它是一個5天的公式 如果你背不起來 你以後就用copy pass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再看一次 存檔 大家理由看 就應該變成我們剛剛說這個 我一次Display就是一個片段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比如說多少到5000 這樣啦 這個是1到5000 這是5,0001到0萬 應該這樣才對 好